广西壮族自治区,成立于1958年,简称贵,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个自治区之一。 广西旅游资源得天独厚,现在我们通过一组图观最美广西的亮丽风光。 广西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,也是中国西部资源型经济,与东南开放型经济的结合部, 是中国与东盟之间,唯一既有陆地接壤,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,在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交往中,占有重要地位。 全自治区巨区壮、汉、窑、苗、洞、木老、毛南、回、京、宜、水、哥老等民族。 首府南宁是东盟十国和中国团结合作的聚会地点,素有旅程之美称。 广西周边与广东、湖南、贵州、云南等省接壤。 广西也是中国与东盟之间,唯一既有陆地接壤,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,是中国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,是华南通向西南的枢纽,是全国唯一的具有沿海、沿江、沿边优势的少数民族自治区。 广西,美丽的八贵之地。 十万大山的壮美,蕴藏了丰富的矿产资源。 千百条河流的秀美,形成了无尽的海洋资源。 亚热带雨淋气候,孕育了大量珍贵的动植物资源。 尤其盛产水果,被誉为水果之乡。 徒为广西桂林,龙胜各族自治先龙脊镇马海壮寨的壮族妇女,在吊脚楼前晾晒玉米。 更具特色的是,奇特的喀斯特地貌,灿烂的文物古迹,浓郁的民族风情,是广西独具魅力。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,又是中国重要的桥乡。 东南与广东省省界长约931公里,东北与湖南省省界长约970公里,北面与贵州省省界长约1177公里,西面与云南省省界长约632公里。 徒为广西南宁在各在五欢度壮俗三月三。 竹甘五。 西南与越南边界县,长约1020公里。 大陆海岸县长约1959公里。 东西最大跨距约771公里,南北最大跨距约634公里。 北回归县横川广西桂平。 徒为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甘田镇的村民,在进行舞龙表演。 壮族是广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,也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。 徒为广西平乐县二唐镇西水村村民在亮晒月市。 瑶族是中国历史上迁徒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。 广西的瑶族大约是中国随唐时开始从湖南和广东先来的。 1952年5月28日建立的金秀瑶族自治县,是中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。 瑶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。 瑶族的族称,最早建于秦汉以前的史册,有三苗,有苗,苗民等称谓。 广西的瑶族大约是十世纪以后,陆续从湖南、贵州等地迁来的。 三月三,是壮族盛大的传统歌曲节。 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,除征五色糯米饭合作红鸡蛋,以纪念祖先和招待亲友外,主要是举行盛大的歌违活动,所以又称之为歌曲节。 图围广西柳州市、柳江、文慧桥。 瑶族最盛大的节日盘王节和达姆节。 盘王节是聚居在金秀瑶族自治县一带的瑶族人民最盛大的节日,时间多选择在农历十月举行,主要是纪念坎王,也含有庆丰收之意。 图围广西庄族自治区重左市,华山言话举步。 其中,苗族最隆重的节日是过苗年。 图围广西庄族自治区柳州市,承阳风雨桥,又叫永济桥,盘龙桥,是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